今天好点了吧 浑身没劲 胸口堵荡 你说我得的是不是得胸儿言呢 你别一神一鬼的 上医院查了好几回了 没什么大病 头疼脑热的 歇两天就好 你说什么呢 那我这幼巴拉生怎么直发麻呀 我告诉你 姐这胳膊根一直抹到胸口 你说是不是一点像这中风的仙兆啊 我们家可有这遗传病史 我爸爸当初就脑衣血死的 你守着医书上说 行了行了你别看那医书了 越看毛病越多 你总得相信科学吧你 对了 这中了我肚子还有点疼 这好像有点那腐膜结合那症状 你老是那一神一鬼的 我跟你说 你到更年期了 谁更年期呢 你对我一点都不关心 你是不是都巴了不得我早死啊你 妈妈 你我要养狗 扣子鸭养只狗 去去去 人都养不活了 养狗嘛 我就养 扣子鸭怎么就养了 你这孩子那么不懂事啊 你妈都要死了 谁要死了 这不活得好好的吗 这光你管管这孩子成不成啊 你让我少费点心成不成啊 这孩子 袁袁 城市不让养狗吗 哎 到时候回家传养着狂犬病是要死人的 这是什么叫狂犬病吗 就是被狗咬了以后啊 当然了 也不一定马上就发病 是有一段潜伏期的 最长能潜伏十八年 你妈插队那会儿就让狗咬过 她能活到现在啊 那算她命大 当年养我那狗是疯狗啊 估计得是吧 要不能随便咬人吗 这种狂犬病的死亡率啊 几乎是百分之百 先是怕光 然后就怕生 最后就怕水 所以又叫空水症 我知道了 我得的就是这狂犬症 你别听 潜伏期马上就要到 你不是听风叫日雨吗 没错 正好潜伏十八年 这是几号啊 九月十六号 九一八 对 那年就是九一八纪年日 我去公社开会议的路上 让风狗咬的 九月十六 九月十八 我就能活两天了 你这不是自己吓唬自己吗 你甭安慰我 我自己的身体我自个儿知道 何平 万不得大夫他查不出来呢 那是因为啊 我知道了 得亏你今儿提醒我了 那瞧我多这句嘴 元元这都怪你 没事好好的 你养什么狗啊你真是 那这怎么能怪我呀 那我那狗还没养 那句咬着我妈了 你别委屈孩子成不成啊 我死了以后 你对元元好点 我也就放心了 这不没影的事吗 这不是 何平啊 你冷静冷静啊 喝点水 来 啊 我空水胀了 我空水胀了 这个 何平这一段身体不好是事实 可总不至于一下子 就要死要活的吧 啊 我看 主要的毛病还是出在这里 这个 今天上医院 医生怎么说的 从检查结果上看 也就是血压低点 心跳快点 没什么大毛病 那个什么狂犬病 应该排除了吧 完全可以排除了 医生说要能够潜伏18年的 简直是世界之罪 一万个患者里边也找得出一个 要是这样的话 何平总该把心得放下来了 可他还是不相信啊 他非得说呀 我跟大夫串通好了 一起安慰他 还说他 最多也活不过明天晚上了 不是 嫂子这一天 闹腾什么呢这是 待会儿我抽筹跟他谈谈 群策群力吗 我们大家一起跟他谈 之国 让何平过来坐坐 他都躺了一天了 好嘞 你要够饭了 问问大姐 想吃啥子 我给他单做 别别别 免了 免了 听说过这句话吗 凡是病人没救了 大夫总爱说这句 他想吃点什么 就给做点 这不是咒人家吗 妈 你好点吗 妈又不是舍不得你呀 妈也熬不动你儿个呀 真不吉利 何平啊 你这个情绪可是不对头的了 这样下去怎么能行啊 唯物主义者嘛 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无数革命的先烈 在我们前头英勇地牺牲了 让我们这些活着的人 想起他们心里就觉得难过 您也甭难过了 我这就找他们去 您有什么话呀 我保证给您呆道 不是 这都哪跟哪啊 何平离牺牲了还早着呢 是是 起码还能为党工作四十年 不止 是不是和平 四十年 我四十个钟头都熬不过来了 我 过来 我把我后事料理料理 这就越说越不像话了吗 这就叫做一心生暗鬼 你看我这么大岁数 都没有想到后事的问题 你还年纪轻轻的 哪就轮上你了 八辈 我不是非得要走在您前头 我这也是身不由己 我这谁掉一毛钱呢 何平你说你这何苦来的呢 好端端的脚地下都不得安生 你这也太过分了吧 过分 我过分 我怎么过分了我 反正我也快端气了 我 我干脆我把心里话都说出来 我也不怕得罪谁 贾治国 你拍着心口说 自打我进你们贾家门 十来多年了 我干过一件对不起你们贾家的事没有 这 这倒没有吧 没有吧 当然没有了 我替你们家 养老的生小的 冯新的补救的熬夕的煮干的呀 我容易吗 我 那是那是 要不然你街道怎么跟你平着无好而习了呢 是吧 你们家啊 有一个算一个 连圆圆都算上 有一个真正看得起我的没 啊 嫌母娘家穷 没文化 小市民就跟我们图你们家什么似的 是不是 不是 谁也没这么说你啊 你 可你们谁没这么想啊 我挨你们家这一地位 也就是个使唤丫头兼老妈子 哼 我还混得不如小张呢 我 小张好歹每个月还挣工资 我一分不挣 我还往里倒贴呀 我 你看你这是怎么说话呢 咱 咱不是两口子吗 什么两口子呀 我顶多也就是个通房大丫头 哎 白天里里歪歪忙活了一天 晚上我还得陪主人睡觉 我这一肚子委屈我 朝谁说呀 我 你 你 你当着孩子呢 你这胡说什么呀 你 原意方法 好 好 可平啊 我说两句好不好 我知道 你一直对我都是很尊敬的 我的话你一定会听 爸呗 我反正也就这一两天了 有些话呢 我也就不背着您了 好的好的 您坐下 我爱您家十了多年了 说句心里话 我从来就没尊敬过您 从此 我也就是哄着您玩 什么这个 一定是发烧了满嘴的胡话 我说的都是真心话 您说您有什么值得我尊敬的呀 说您资格老 我受累打听一句 辛亥革命您参加了吗 五四运动您来哪儿呢 说您贡献大 我再问一句 没您 我们老总人民还不翻身了 中国革命还胜利不了了 说您水平高 能力强 您从局里头退下来 您那局里头工作照常运行的吧 我也没瞅着谁特别怀念您 这 这 太不像话了吧 您工作上的事呢 我就不说 您在家里表现又怎么样呢 您除了畅畅高调 一件具体事没干过 连碗都没刷过 您哪会您帮我们扫扫地 刷扫碗 辅导辅导员有功课 也算您那为我们分分忧 间接的为四伐做点贡献 连这都没有 亏了您每月还拿着国家好几百块钱退休金 您那还没有一家庭妇女贡献大 就这 您每天进进出出的您还美呢 您 您还觉得自个儿怪不错的呢 您 自我感觉那就一个良好 简直是 我告诉你 我要不是看你现在生着病的面子上 我 岂有此理吗 嫂子 这话可没这么说的 我爸让你惹你了 小凡妹妹 我过门的时候 你还没有圆圆大 是我一手把你拉去的 怎么着啊 您也想教训我呀 上个破大学有什么老不起的呀 还说不知道天高敌厚了 有你哭的时候 我死了以后没别的 我见天的挨阴间烧高香 我盼着我原来长大了 别像你的样我也就知足了 什么什么呀 嫂子 咱俩说呢 我不该说话 你本来就不该说话 你瞅瞅你那个样 我先把你爸的窟窿窟窟 功有不成 名有不就 文不能策字 武不能卖全 三十来岁的人了 天天挨家里赖着 不出去干活 不挣钱 也算个男子汉 也就看着你爸的份上 也就是我跟你哥哥心眼软 要不谁管你呀 好男不跟女道婆去 我惹不起我 躲得起我 大姐 消消气啊 我给你做饭去 你给我做什么饭呢 你没人就给我走人 一个月拿着一百块钱工资 加上吃的用的 你比我挣的还多你 我这一天到晚 挨那笨命似的 我给谁笨呢 我闹了万千 我都给你笨呢 我该你的 我欠你的呀 就这还成天不知足 别让我再看见你 走 走就走 我早就不想在你们家干了 小张阿姨别生气 我爸都想死了 你这是 干什么啊你这是 你就是死 也得给我们留下一个好印象吗 知道吗 你就是死